猎王纪上第十一章 所罗门王除了法老的女儿以外 又宠爱许多外族女子 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和赫人女子等 关于这些国家的人 耶和华曾经吩咐以色列人 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通婚 否则他们必会引诱你们的心 去随从他们的神 但所罗门深深爱恋这些女子 所罗门有妃七百 都是公主 有病三百 她的妃病使她的心偏离了神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 她的妃病诱惑她的心偏离了神 去随从别的神 她的心不像她的父亲大卫那样 完全归于耶和华她的神 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路 和亚门人可赠的偶像米勒公 所罗门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不效法她的父亲大卫完完全全跟从耶和华 那时 所罗门为摩押人可赠的偶像基摩 和亚门人可赠的偶像摩洛 在耶路撒冷东面的山上建造秋潭 他为他取自外族的妃病都这样做 他们都向自己的神烧香献祭 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 因为他的心偏离了曾经两次 向他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耶和华为了这事 曾经吩咐他 不可随从别的神 可是他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的 耶和华对所罗门说 你既然做了这事 不遵守我吩咐你的约和律例 我必夺去你的国 把国赐给你的一个臣子 然而 为了你父亲大魏的缘故 我不会在你有生之日做这事 我要从你儿子的手中把国夺去 只是 我不把整个国家夺去 为了我的仆人大魏的缘故 又为了我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 我要给你的儿子留下一个支派 于是 耶和华兴起一个人抵挡所罗门 他是以东王的后裔 以东人哈达 从前大魏击败以东 元帅约亚上去埋葬阵亡的人的时候 就把以东所有的男人都杀了 约亚和以色列人在那里住了六个月 直到把以东所有的男人都除灭了 哈达与他父亲的几个以东臣仆 一起逃往埃及 那时哈达还是一个小孩子 他们从米店动身 来到巴兰 又从巴兰带了几个人来到埃及 见埃及王法老 法老吩咐人给他一所房子 供应他粮食 又赐他一块田地 哈达在法老面前十分蒙恩 以至法老把自己妻子的妹妹 就是王后达比尼的妹妹 赐给他做妻子 达比尼的妹妹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名叫基努拔 达比尼使他在法老的宫中长大 基努拔就与法老的众子 一起住在法老的宫中 后来哈达在埃及听说 大魏已经与他的立祖同睡 元帅约压也死了 哈达就对法老说 求你容我离去 我好回到本国去 法老问他 你在我这里有什么欠缺 竟要回到你本国去呢 他回答 没有什么欠缺 只求你无论如何让我离开 神又兴起一个人抵挡所罗门 就是以利亚大的儿子利逊 他是从他主人索巴王哈达底线那里逃出来的 大魏击杀索巴人的时候 利逊招聚了一些人 自己做了这些土匪的领袖 他前往大马士革 住在那里 又在大马士革做王 在所罗门一生的日子 利逊都抵挡以色列人 他恨恶以色列人 并且做了亚兰人的王 另外 哈达也不断为患 所罗门王的臣仆 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 也举手攻击王 他是喜利达的以法连人 他母亲是个寡妇 名叫席鲁亚 他举手攻击王的情形是这样的 所罗门重建米罗 修补他父亲大魏城的破口 耶罗波安这个人 原是个有才干的人 所罗门见这个年轻人做事殷勤 就派他管理约瑟家的所有奴工 有一次 耶罗波安从耶路撒冷出来 世罗人亚西亚先知 在路上遇见他 亚西亚身上穿着一件新衣 那时田野里只有他们二人 亚西亚拿着自己身上所穿的新衣 把他撕成十二片 对耶罗波安说 你拿十片去吧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看哪 我必从所罗门的手里把国夺去 把十个支派赐给你 但是 为了我的仆人大魏 和为了我从以色列众支派中 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 所罗门仍然可以拥有一个支派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去敬拜西顿人的女神 亚斯塔路 摩押人的神 基摩和 亚门人的神 米勒公 没有遵行我的道 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例典章 像他的父亲大魏一样 但是 我不会把整个国家 从他的手里夺去 我必使他终身做人君 是因我所拣选的仆人大魏 谨守了我的诫命律例的缘故 我要从他儿子的手中 把国夺去 赐给你十个支派 至于所罗门的儿子 我要给他一个支派 好使我的仆人大魏 在我所拣选立我名的城耶路撒冷 在我面前常常有灯光 我要拣选你 使你可以照心里想望的 去统治 你必做以色列的王 你若是听从我吩咐你的一切 遵行我的道 行我看为正的事 谨守我的律例诫命 像我的仆人大魏所行的一样 我就与你同在 为你建立一个巩固的朝代 像我为大魏建立的一样 并且我要把以色列赐给你 因此我要使大魏的后裔遭受苦难 不过却不是永远的 于是所罗门想要杀死耶罗伯安 耶罗伯安却逃往埃及去 到了埃及王士萨那里 就留在埃及 只等到所罗门死了为止 所罗门其余的是 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 不是都写在所罗门记上吗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 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共四十年 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他父亲大魏的城里 他的儿子罗伯安接续他做王